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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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地下工作评述 你没有看错 这位身姿曼妙 能歌善谷 做的一首好菜的东美女 还是一名身经百战 隐藏在敌人的内部的我党地下工作者 而董竹军 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位如意冷军 中国地下党员吴克坚 两人结为夫妻 董竹军和吴克坚在饭店的掩护下 为我党收集情报 成为我党的地下联络员 后来 董竹军因为身份被日本人怀疑 残被抓获 不过董竹军凭借迷人的外表 以及手艺 很快让日本人打消了顾虑 将董竹军给发了回来 1940年 董竹军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秘密电报 让其拯救张兰 张兰当时被关押在监狱之中 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 想要营救张兰 必须先的买通上海警备司令部 而其当家人 就是心狠手辣的阳酷 为了营救张兰 董竹军亲自前往了杨虎的家中 用美人计 和杨虎谈了一晚上的 就将其说服了 成功将杨兰营救出狱